大家好,我是商周的殊榮,懂商业看商周 这星期我们想要跟你聊聊的是 近期房市最火热的话题,现代令 前几集我们才刚聊过的辛勤安 政府本来是好意,想让青年用更低的门槛成家 没想到却成为了炒房游戏的助燃剂 炒房的热潮越烧越旺 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现在竟然是央行主动出手 瞬间要让房市进入冰封暴 具体来说,这到底是一场怎么样的冰封暴呢? 不知道你身边近期有没有准备换房或者是交屋的朋友 他们是不是也遇到了近期中央银行寄出的现代令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现代令是什么 现代令是央行出手请各家银行控管不动场的放贷水位 因此现在买房找银行借不到钱 甚至还有可能核准的房贷被推荐 根据商周探访,近几年台湾迎来了史上最火热的房市 但就在近期一纸现代令 让这火热的房市瞬间冻结 因赖冰封暴 目前这冰封暴又可以分为三层 冰暴一,央行寄出的现代令 已引爆了全台的房贷房 惨烈到连10天内原本都要交屋的民众 他以核定的房贷都被取消了 导致他们的新家有可能无法被交屋 甚至还有可能被建商没收 冰暴二,央行总裁杨金龙寄出史上最强的打房政策 据了解他约谈了34家国营银行 例如台湾银行、土地银行等等 寄出至少要持续一年的现代措施 导致现在的房贷利益硬生的上涨 整体房市交易被击动 民众的买屋成本相较现代令之前恐怕会增加百万以上 风暴三,现代令出现的时机点刚好也迎来台湾29年来最大的新屋交屋潮 根据统计目前有超过50万户都在等待房贷交屋 许多等着交屋的民众恐怕会被现代令无辜挫杀 而冲击的情况至今都还在扩大中 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会知道的是 一,原本高兴买房的民众在现代令的影响之下 现在面临了可能无法交屋 还有可能会被建商回收房子的重境 第二,中央寄出又急又猛的现代令 其实它背后是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 第三,在现代令后民众还敢买房吗 台湾的房价会续涨还是急动 这三大冰风暴在台湾的房市里 已经成为了现在进行市 房贷荒到底有多惨烈 我们的记者在桃园市的青浦特区 找到了一群受债户 他们是在COVID-19疫情期间 危机入市买房 后来因为当地有新成立的银行分行 愿意提供他们更好的房贷条件 于是他们自行纠团号召了十多人 跟这间刚成立的分行申请贷款 后续也陆续的收到了银行核准房贷的通知 准备开心入促 谁也没想到央行的现代令一出 原本谈好的房贷竟然被该分行推荐 更惨烈的是 他们想要再找其他的银行办房贷 也都四处碰壁 虽然后来有找到愿意承办的银行 但这群买方说 如果新找的银行他们办贷款的时间 拖延到交屋时间 按照购物契约 如果买方逾期不交屋 不仅要从交屋日起计算 每逾一日要依贷款金额 加付万分之二的质纳金 所以假设是贷款总额2000万的房子 他们每逾期一天 就要给付4000块的质纳金给建商 甚至如果超过10天以上 建商还有权解约收回房屋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说明明买房子是好事 我们却变得很像难民 流离失所 到哪里都被踢来踢去 而这只是现在房市的一小脚 我们放眼台湾最想要厘清的是 这场现代令风暴 受灾最深的 有可能是哪一些区域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0年到2022年 全台累积共有超过50万户的屋主 都将陆续交屋 他们都有可能因为现代令而交不了屋 当中台中市 新北市 桃圆市跟高雄市 为这一波交屋规模最大的四大热区 也就是受到冲击力道最强的几个县市 眼下情势严峻 受影响的不只是买房 卖屋的建商 他们也同样的交屋率 原因是什么 因为假设买方贷不到款 无法交屋 建商就无法任列获利 而且投入的资金 也无法有效回收 账面上的财务报表 势必大打折扣 因此近期包含 银剑股王永信建在内 上市贵的建商几乎全员股价走跌 有位屋主说 这次政府寄出的现代令 来得又猛又急 民众买不到房 建商赚不了钱 银行赔了信用 金管会投诉接不完 这件事情没有赢家 尤其在央行总裁 杨金龙的喊话下 这次的现代令 恐怕至少持续一年 预估受冲击的人数 还将继续上升 而在第一线 挡房贷的银行基层人员 他们要赔上信任感 并忍受客户的职责 那个灾区则是金管会 因为他成为高涨 民怨投诉宣泄的一大管道 买卖双方甚至是官方单位 都会因此遭殃 但难道央行不知道这些后果吗 中央政府为什么突然 要这么急切的手段来降温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懂 到底什么是现代令 简单来说 现代令是央行要求 银行的房贷余额不得再增加 还要求银行一个月内 提出改善计划 要让房贷余额逐步下降 什么是房贷余额不得增加 举例来说 某银行借出去的房贷 金额累积是1000亿元 在现代令之下 即便这家银行的存款增加 理论上 他可以放款的金额的资金变多了 但他可以承坐的房贷总金额 仍不能超过1000亿元 这家银行如果要承坐新的房贷 唯有等到旧的房贷户 偿还本机或利息 才能够腾出新的额度 换句话说 1000亿元就是他能够承坐的 房贷总金额上限 在央行要求提出改善计划之下 这个上限还有可能更低 而央行也已经明文要求 现代令必须要实施一年 根据央行最新的统计 截至7月底 台湾的全体银行的活期定期 外汇存款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这代表台湾其实不是闹钱荒 而是央行要把房贷的水龙头关紧 禁止资金再流向房市 而现代令又是怎么来的 早在今年5月的立院的会期期间 在立委咨询央行跟金晚会的时候 提到房市过热 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 当时行政院也已经发现 新清安房贷有个致命的副作用 就是让房贷余额猛增 今年1月底就已经冲破10兆元 并且让房价一飞冲天 他们只能要求财政部 清查负责放款的公股行库 有无投资客冒用新清安的名义 来借钱炒房 根据统计 上半年八大公股行库的 房贷金额里面 超过4成竟然是新清安贷款 而也因为房市太热 民众买房的虚钱恐急 银行的分行 在业绩比拼的压力之下 逐渐放松了他们的警戒心 让许多不该买房的人 也都顺利的借到钱 一位受访的金管会的官员 他就观察到 许多的房贷户 他的房贷收支比 竟然高达百分之百 代表这个借钱的人 他把每个月的月薪 都拿去偿还房贷之后 所剩无几 他的财力明显不足 但银行仍旧放款 当房贷所得比 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连串的 金融风暴的股牌效应 是什么样的股牌效应 首先当银行放款给 可能还不起钱的人的时候 新清单还给予五年的宽限期 这过长的宽限期 加上过热的房市 让银行在评估客户 真实的还款能力上 就放松了警戒 就有可能在未来 让逾期放款比 这些监控指标失灵 当贷款户欠缴贷款的 本金或利息超过三个月 该笔贷款就会被认列为 逾期放款 逾期放款比 则是指欠缴的比例 占整体放款比例的指标 而近期主管机关 则将银行的逾期放款比 定在2%以下为佳 但假设五年后 台湾的经济转长 或借款者的经济条件 并没有变好 此时宽限期限结束 它的还款压力就会被增 那就有可能还不出钱 而且被迫卖房变现 资深的房市专家张生明就表示 如果大家一起抛售房子 房市就会变成多杀多的局面 意思是手上有多间房产的人 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抛售 市场上就会有更多的不动场挂卖 让市场气氛变得更恐慌 届时若大量的房产在市面上流通 而且卖不掉 房价就有可能会应声种错 原本利益良善的新清安房贷 就会沦为银行的呆账 此时人们看到各大银行 都出现了数百亿元的房贷损失 就会认定房市终于要泡沫破裂 信心因此碰溃 加速抛售房子 使得房价下跌得更快更猛 而这又会再扩大银行的损失 让信心更加恶化 这是所有不动产崩盘后 引发的金融危机公式 而这也正是美国跟中国 都曾上演过的房市危机戏码 上周综合多方采访 理解到的是 央行总裁杨金龙坚信 现代令是为了避免 美国次贷危机 发生在台湾的必要之二 一位银行的总经理就向上周透露 杨金龙在约谈他的时候 就至少三次提及 美国的次贷风暴 虽然新清安在贷款上的种类 不同于次贷 但两者的共同点都是 大量的借钱给现在 买不起房 或者是缴不起房贷的消费者 而杨金龙认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五年的宽限期后 谁也不能肯定 这群消费者是否就能够 缴得起房贷 甚至在未来升息 或者是经济衰退 让房价走跌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一旦这类的放款占比过高 就有可能会引爆 系统性的金融性风险 而且房市不正常的飙涨 台湾的住宅放款比 占放款比例也越来越接近 美国次贷风暴时的水位 所以此时央行有必要出重拳打房 抑制市场的疯狂买气 这也就说明了 为何杨金龙要银行总经理们 记取美国次贷风暴的教训 有位受访者就跟我们分析 上半年的房市热到实在太夸张 现代令这一招 确实可以立即有效的 冷却市场的交易量 但目前房价看起来 还不到反转的地步 只是会把上涨的曲线 压得比较扁 让多头细水长流的走下去 他研判 未来房市最有可能会走的走向是 量急动 价还涨的发展路径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影响台湾房价走势 最关键的其实不是交易量 而是经济好坏 当央行关掉了资金水龙头 又万万不幸的遇上了经济衰退 那才有可能会出现房价下跌 现代令的作用是 及时停损 不再把钱借给没有能力购物的人 避免有更大的金融风暴发生 严格控管当前的风险 降低杠杆 防止信用泛滥 但问题是 从大开水龙头 宽松的心情安 再到突然紧缩 关紧金流水龙头的现代令 一连串的政策急转弯 已经对许多人的生活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你怎么看 这一次央行紧急祭出的现代令呢 你赞成这是防止 更大危机的必要之二吗 还是你认为这样 一夕之间过度紧缩 让所有人都成为了输家 以及你怎么看 经过这波新金安跟现代令之后 台湾的房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 也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有更多的报道值得你阅读 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的话帮我们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 我们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是商周的书容 董商业看商周 我们下期见拜拜